星光大道主持人确定了 他重新回归 终于不用再瞎猜了 众所周知 星光大道 可以说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节目了 这是一个类似于选秀类的综艺节目 在央视当中的地位也是非常超然的 非常重要的 这个节目可以说是很多草根明星的孕育地 比如说 在星光大道走出来的草帽姐 阿宝 朱之文 凤凰传奇等等 都是依靠这一档节目快速走红的 然而 星光大道 现在最让大家关心的还是主持人 最近这几年 星光大道的收视率正在走下坡路了 虽然官方给了不少补救的措施 但是还是改变不了节目的颓势 更有网友直呼 更换主持人吧 为了救活星光大道 央视的确想了很多的办法 曾经还邀请过朱军前来救场 但是仍然没有太好的起色 最后 央视请来了尼格买提和朱迅前来搭档 本以为男女搭配来主持 应该会好些了吧 但是事实却并不理想 更有网友直呼让毕老爷回来 节目收视率下跌 也不是一两天了 所以换节目主持人 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 而又让节目高层头疼的问题 虽然第一时间采取了许多的补救措施 但是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于是中央电视台高层决定 请一位重量级别的来历网狂来 他就是撒贝宁 撒贝宁的实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他的主持风格很新颖 也很有特色 是大家喜欢的主持人之一 但只是网上的呼声很高 撒贝宁也对此事也没有回应 更没有发表言论 最近有消息传出 星光大道 再换新主 大家都希望收视率能回升 这一次并不是大家期待的潇洒 而是朱广泉 朱广泉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之前一直在主持新闻类节目 但是他也有很强的综艺感 他还被称为是段子手 经常爆出京剧 有很多粉丝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很多网友对朱广泉接手 星光大道的呼声很高 但真的换了他 收视率就会提升吗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